经过五个多月的调查和复查,27日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,公开开庭宣布,驳回汤兰兰案原审被告人汤继海、万修林等人的申诉。 据了解,汤兰兰案原审被告人汤继海、刘案友、陈春复,与东军分别因强奸,强迫卖淫、嫖宿又女案,已被诬陷,被刑讯逼供等为由。 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,请求在审改判无罪。 2018年2月8日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决定立案,并依法组成和议庭复查,在法院向11名原审被告人核查本案事实,证据时,同案原审被告人万修林提出书面申诉, 即广才、梁立权、王瞻军、李宝才、徐俊生,提出口头申诉。 此前,另一原审被告人刘长海,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,2014年被驳回。 刘长海继续向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,2016年被驳回。 刘长海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,2017年被驳回。 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,该院对各申诉人的申诉理由, 汤继海代理律师的代理意见,提交的证据材料,和申请调查核实的证据,以及网络关注的问题,逐一进行了调查核实。 对全案的事实,证据进行了认真细致审查,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,得出上述审查结论。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,原审裁判认定各申诉人犯罪的事实清楚,证据确实,充分,定罪准确,量刑适当,审判程序合法。 各申诉人分别对未成年少女强奸,强迫卖淫,嫖宿,情节恶劣,后果严重,原审判决依法对各申诉人定罪,并判出的刑罚并无不当。 各申诉人的各项申诉理由均不能成立,原判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。 第242条规定的,应当重新审判的情形,予以驳回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以法向各申诉人宣读,并当停送达了驳回申诉通知书,详细说明了驳回理由。 第243条规定的,应当重新审判的情形,予以驳回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共和国刑事件,予以驳回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共和国刑事件,予以驳回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共和国刑事件。 第243条规定的,应当重新审判的情形,予以驳回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共和国刑事件。 第243条规定的,应当重新审判的情形,予以驳回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共和国刑事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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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,予以驳回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共和国刑事件。 ,予以驳回,黑龙江省高级人民共和国刑事件。 感谢观看